恒大大家知道都是一家内地房地产的 一家算是龙头公司,拥有过万亿资产, 一直在房地产非常活跃, 但这些公司正如好似其他大集团一样, 很高速发展膨胀, 所以是高度杠杆,高度借贷这些公司, 当然如果不是他这样做, 就不会那麽快变成一个万亿资产公司, 大家知道在今日的环境面, 面对着这麽多政治社会经济因素, 捱得过不是容易, 所以他的命运自然当然有经济规律, 那麽高度借贷一定交房地产, 大家知道连万科都顶不住, 要降价那麽多成现在都亏得那麽紧要, 你怎顶得住呢, 大家知道其中一个可以走出生天的做法, 就是与其他公司合拼, 但其中一个与深深房, 深圳房地产公司想合拼重组, 条件怎麽不知, 但广东产政府不肯批, 这不批有原因, 这可能有政治有经济考虑, 但这间公司似乎现在泥足深陷, 因为很多债是到期, 到明年要有千多亿要还债, 你怎麽搞呢, 大家知道这间公司曾经去香港很厉害, 那时启德又是他高价买创天价, 刘连宏都买了整个China Fleet Club的整栋楼买给他, 换了几多百亿的股票, 一间戚册风云的公司, 现在怎样呢, 现在大家看到, 似乎他的命运有些好似安邦, 安邦大家知道吴小辉当时控制的一间大保险公司, 亦因为过不了债务问题, 可能会被好多人排队属债券或保险, 而面临倒闭, 所以当时中国金融机构将它收入去接本了, 很多人说这不仅是金融稳定的决定, 而是政治决定, 因为根本要整治吴小辉, 因为这些人不听话, 另一个明天是,明天是大家知道白手套, 又是以过一两万亿或两三万亿的资产, 当然亦是很多欠债, 这间明天是公司大家知道萧建华, 亦在香港被失踪带走, 从而亦被收编, 其实大家知道在今日的环境中, 习近平对这些民企的手法是怎样呢, 第一你不可以让你们坐大, 来到而不听话, 但如果你任何大机构, 如果你不是被共产党牢牢控制住, 你怎听话他都不信你, 习近平是不对任何人, 如果有实力的, 政治经济社会实力的人, 如果不是他自己人, 他是高度怀疑, 疑心重重的这个人, 他说最好你现在既然你恒大出事, 顺手解决你,接本你,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 他告诉你如果这样搞法, 可能会触发房地产泡沫爆破, 接着你要占卖,接着影响银行, 接本你, 更不会容许广东省政府批给你重组, 比你活脑更加不会,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政治考虑, 比经济金融更重要的考虑, 政府是要帮你容易的事, 据来说背书, 或者给你重组已解决你, 但现在不是, 现在更好,不用公私合营, 有时做公私合营, 以前五十年最喜欢, 头头四码分肥, 大家各人分一些, 接着公私入营, 他买你大部份, 接着派息给你,派派就无了, 现在都不用了,他接管你, 接管你之后后果是什么呢, 股东就无了,股票是你的资不抵债, 实际上是你的资不抵债, 因为大家知道他出了个文件, 他欠债八千亿, 我记得是八千亿, 现在目前有很多房子无用, 你卖到什么钱, 如果你将它实际很急速地推出市场, 所以对他来说, 那间公司如果你不够他就是负资产, 等如佳玲一样, 大家明是佳玲, 佳玲若当年过了关, 其实佳玲是一关过不了, 当年追债时还不到债, 无人救你,你就死了, 如果过了关他很劲, 另外一间大资产公司, 可以跟长江新鸿基来拍着肩膊走, 现在不让你过关,很简单, 顺便接收你, 接收之后其他债权怎样, 逐个讲数,你要不要, 如果你不要,可能就拍卖, 你可能剩下多少东西呢,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他接收你, 在一方面个个要讲数,个个要折让, 第二方面自己控制作, 但后果是甚麽呢, 后果是多年来推动市场化, 鼓励民营企业发展, 鼓励人家创新, 鼓励人家投资, 一發觉原来是最后, 政府一个麻烦, 借个机会杀出来, 又回去变国技也好, 变回国进民退的情况, 剩下你单干的小企业, 小企业都死了, 你看李克强救得很辛苦, 希望给人有空间, 但小企业政府不会帮, 分分钟资金链都有问题, 现在何时政府会看你, 现在大局面是这样, 所以恒大亦是, 正如我所讲, 按邦,海航可能不相同, 安邦,明天系等宿命, 政府修编, 这亦配合政府政策, 不过长远更清楚, 国进民退更清楚, 民企一定要慢慢地被收编接管, 走到高度中央集权, 更有利个人独裁专制, 就是这麽简单, 对经济是否好, 那无事, 回到他认为真是共产主义, 大家无所谓,大家平等, 不患寡疑患不均, 大家一起简单过活, 可能意识形态是这样, 内循万,内循万自己, 大家玩,无所谓, 大家一起穷, 不要那麽多人有钱, 但问题是社会对这些问题怎看, 对长远来说, 中国这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 做了那麽多事,这样走回头路, 现在看到一步一步就是这样, 会对整个经济影响怎样, 因为这些不是很简单, 就是慢慢计划收编,不是, 因为你的信心一崩, 就好似雪山一崩, 这不是简单, 有些人觉得我可以凭我自己的权力, 可以控制得到,可以积策封闻, 反守为云,覆守为雨,不是这样, 所以现在要看怎样, 一再加上内外那麽多因素, 恒大这件事变成另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会影响整个房地产, 影响整个中国经济,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产, 不是很同,内地很多时候在它经济环境下, 它可以操控到, 根本是一个没有很清楚的自由交易市场, 大家知道其实中国房地产, 如果你说它从很好面看, 中国人就好像不用很怕无楼住, 因为似乎是多过, 以家庭单位来说, 它的楼宇可以供应给家居的数字, 是超过家居的数字, 甚至有十几%的人是多过一套房, 亦有很多单位在死城, 说鬼城无人住, 反而在大城市有很多客户, 大家知道早前蔡奇在北京想赶那些人走, 那些低端人口,那些人是贫无纳追, 但原因是因为要找工作, 你鬼城的地方根本无配套无工作, 无办法生活,你怎搞呢, 所以在乡下出来的人, 他只能够找一些有工作机会的地方, 所以就去大城市, 去大城市如果你赶他走去哪呢, 你去鬼城是无办法的, 如果你是发展不了, 你知道经济的东西, 如果你一陷入一个这样的环境, 大家都不去发展信心崩溃, 那就是一潭死水,在那个地点来说, 而这个规划很多时候是失败, 因为很多地方政府加上地产商急工近利, 想拿钱,于是想基建最好, 政府给钱基建, 中国是铁公鸡,铁就是铁路, 公路基建,又再加上房地产, 其实中国很多钱落到房地产, 你又会否爆呢, 我都说第一你交易不是多, 不是多得那麽紧, 尤其是在那些偏远的地方, 第二很多银行的政策就是它不追, 就算你不攻也好它不追, 有你或者你探墙等你慢慢攻, 等你欠着债, 所以看来就是它用人民的因素, 使得市场好像是维持着一个这样的局面, 一个外制的局面, 你说是否完全不值钱不是, 漂亮的地方是很贵的, 上海、深圳、广州, 漂亮的地区一样是很贵的, 但很多地方是很便宜的, 便宜到可能根本没有什么市场, 所以情况是这样,现在对中共来说, 你宁愿外制,不要动, 然后银行不要追, 那本数还在, 那些单位仍然, 它不会当是一个要注销的债, 所以看下去大家在拖着, 所以我看局面是这样, 但它不让你恒大塌, 如果当你一塌的时候要for sale, 即是要推出来要拍卖, 这是另一个问题, 所以政府一定接管, 我都明白它从一个社会控制的角度, 它是这样做的, 但走的趋势我只说是回到中央化, 集权化,反市场的做法, 各进民退,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配合它更高度集权, 政治经济社会, 更有利于习近平一人, 或是它和它自己一个很小的集权的独裁。 正如当年安邦就是这样, 安邦就是这样, 因为它很害怕, 因为它太多零售金融产品, 它很害怕人排队就要求索, 你一做就像银行一样, 就会连锁反应, 所以它接管它, 接管它之后, 大家看到原来是政府的, 你知经济是讲信心的, 我说政府还有很多工具, 你知那麽大国家, 它又可以用量化宽松又可以什么, 所以一定会拖到时间, 所以它自己内部的所谓内需、内需盘, 它有很大的空间和韧性去撑住, 当然你到外债又需要外回, 需要输入一些产品, 这些不仅是你自己去控制, 如果有些是需要外面的, 这就是你要看外面的市场, 和你需要外回,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中国经济, 它尽量想向外面减低依赖, 现在发觉需要时间, 讲到好像科技,不是那麽简单, 你说我立即製晶片, 不是好像以前你说大跃春, 我们一起去全民练钢, 真是想这样, 但问题不是, 就算是练钢, 当年都练了几千万吨废铁出来, 练钢都要讲很多科技, 不是说小土群一个小奴, 土就是一个土法的方式, 群就是群众力量, 小土群推动一个练钢是不可以的, 科技是不可以的, 讲精准的, 讲精准是很多讲基础研究的, 这些就是另一个问题, 这不是政府靠国家政权力量可以解决,